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26万5000美金的房价加上2200美金一个月的租约 那投资货报率是蛮高的 而且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 就在休斯顿249高速公路的旁边 它离着一个很大的商场就有三五分钟的样子 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具体感觉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加我微信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让我们看看这个房子吧 这就是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是1970年的 但是最近已经重新翻新过了 而且有租客就约2200块钱一个月 整个小区的感觉就是这种大树环绕 然后白人比较多 离商场学校都很近 这个区域也比较好 就是比较旧一点 但是重新翻新了 而且有租客 你看它的占地很大 前脸就这么大 现在让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一进来 这边就右手边是个这样的楼梯 然后左手边就是一个小的会客厅 现在租客没有用这个会客厅 然后再往里走那儿就是餐厅 主餐厅 其实呢这面墙其实真的完全可以通掉 因为里面就是客厅 你看 这就是客厅的位置 全房子都是没有地毯的 全是地板 你看 这个墙直接通掉的话 整个大客厅就非常好看了 然后我们现在从这边过来 您看一下它这个厨房 餐厅的位置 这边是餐厅 然后这边呢就是厨房 它所有地方都翻新了 你看它厨房用的大理石台面 然后包括它的柜子 包括它的这些造具 全部都翻新了 但是像这种老房子 它是没有烟到的 虽然楼上身边有抽烟机 但是没有烟到 然后些家具啊什么的 都是这个租客自己的 这个租客已经在这住了几个月了 它现在的租约到79月份 如果你买下来的话 可以直接跟它续约 因为它不会搬走 这边就是放早餐厅 早餐桌的位置 但是没有用 从这边出来 就是一个这样的 洗衣房 洗衣房这个门 就可以出去去院子 所以你看这是厨房 然后这边就是客厅 因为租客还住在里面 所以主餐厅 主卧它还在里面 我等一下再拍 先给您看一下 主卧门口有一个客位 客人用的洗手间 也都是完全翻新了的 待会我们再来看主卧 我们先上楼看一下 整个房子是没有地毯的 所以您方便出租 方便打理 上来之后 我们先去左手边 这边有一个鞋子的台子 左手边呢 有两个房间 这是其中一个房间 它每一个房间都挺大的 这是其中一个卧室 然后往这边走 这是楼上的洗手间 所有的洗手间 都有翻新 你们看一下啊 你看它的浴缸什么的 也都有翻新 然后洗手间带窗户 拿筒啊都比较好 现在的这个租客呢 本身自己就是一个 好建筑的constructor 再往这边走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 哦 人家是画画的 这个客户的媳妇 所以人家这儿有个小画室 其实也是一个卧室啦 然后我们再往 一上楼梯的右手边这边 有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呢 被他们做成了一个休闲的房间 因为租客就是小夫妻里啊 用不到那么多的卧室 哦 这是 哦 这是 哦 这是人家工作的一个房间 一个constructor 你看它有工作的图纸 所以这变成它的工作室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构造 好 现在让我们回到楼下的主卧看一下 因为刚才租客在 看看它有没有走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主卧 一个很大的主卧 来 大家看一下 这么大的主卧 这是一个king的床 也就是两米的床 但是放大之后 你看到这个 都非常大 好 我们现在过来 它的洗手间看看 啊 洗手间非常的棒 这边是一个 这边是一个马桶间 马桶间有窗户 它每一个 这种洗手间都带窗户 还是挺好的 因为很多老房子的设计会是比较那种暗的 你看它这个非常非常的帅 你看 淋浴间 这个淋浴间四个大人洗都可以 真的 这个淋浴间是蛮爽的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浴缸 这浴缸都换的新的 新浴缸 然后往旁边走 就是洗手台 然后这边是衣帽间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在租客的房子 售价26万5千美金 租约有还不太到一年 但是也可以许约 租客 信用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然后2200块钱一个月的租金 好 现在我们就来院子了 这个房子的占地非常大 占地11600多个score fee 所以它的院子也很大 它前院也很大 这就是它的院子 现在算是秋天嘛 就是秋天没有特别特别冷的冬天 所以现在你看落叶就会比较多 大树很漂亮吧 这个房子的车库和房子是分离的 然后这边就是车库 其实我们从这儿 这个门就可以进车库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门 是因为当时的房东觉得这样隔离开来 比较有院子的私密性 然后再往这边走 它这儿有一个泳池 现在这个季节肯定是不游了 但是休斯顿泳泳池的几率比较大 基本上一年 可以游半年左右吧 周围的这些树很漂亮 竹子也很茂盛 这些当然是需要你这个时间来长成 所以周边一直就这样很漂亮的感觉 这个房子的租金比较高 2200美金已经有租客在住了 现在我拍到的很多东西都是租客自己的 但是像院子里这些滑梯啊 树屋啊 这都是当时的这个房东在租出去之前自己做的 而且这树屋还是蛮新的 真的是在一个大树的基础上 我给大家看一下 您看这些木头钉子什么就知道 树屋还是很新的 房子的地税比较低 税率是2.6的 所有的这个价格 我都会写在下面 这个房子还有一个 院子里还有一个这样的鱼塘 你看现在有好多的这个针叶落下来了 因为这几天正好降温 然后刮了点风 就会落下来针叶 那下面的这个鱼 这个租客是很喜欢这个院子 所以当时租这个房子 这个院子也是很有功劳 当然了院子需要打理 但是租客只要喜欢 租客自己来打理这个院子 您不用操心去打理院子 好了这就是院子啦 如果您对今天的房子感兴趣 欢迎您加我微信 或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多数的别墅用的都是这种 储罐式热水器 如果您的房子用的也是这种 储罐式热水器 有一个小妙招可以让它 出热水的速度更快 那就是每年放空一次 热水器里的水 然后再注入新水 在放水的过程中 热水器壁上的那些水渍啊 都会被带走 所以在注入新水了之后 热水器出热水的效率会更快 而且可以有效的 让热水器的寿命更长 这就是今天的房长小贴士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